中日合作特定委员会第二届厂务委员会 今天上午九点钟起起 与我国方面首席代表谷正刚主席 谷正刚在致辞的时候指出 中日两国加强合作 必可振奋亚洲人民的反共信心和勇气 但是在政治方面必须认亲敌友 在经济方面必须民变毅力 在文化方面必须分心协政 韩国祝贺我国总统副总统就职的特使第一权 也以韩国日韩合作特定会会长的身份 参加了这项会议 其他出席的我国方面还有张群 何应兴 费华 书政府 谢东明等 一方出席的有岸信介 以及石井光次郎 许越增加和诗次一夫等 全部日常将立时一天半 对我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